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一道做英文一起读 很多条带 美国啊 很多条带 什么带 你想说belt这个词就皮带 当然不止这个意思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地图就已经很多了 你看有frostbite 对不起 frostbelt frostbite是冻伤 想到frost太容易接到bite这个词了 frostbelt ok wheatbelt sunbelt jellobelt unchurchedbelt 这么多不同的belt 你大概猜得出来这是地理上的这种特殊性 所以frostbelt都在这上面 wheatbelt都在中间 sunbelt都在地下 很容易猜啦 下面这条叫sunbelt 那你知道南边比较接近赤道嘛 对不对 比较热带嘛 所以太阳比较多嘛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什么是cornbelt 什么是biblebelt 圣经代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所以美国这种地理上做化的区分 来我们就第一个看下去的话 介绍的叫做biblebelt 就是我题目里面的圣经代 圣经代多半分布在 其实也就是美国的中南部这一带 而且我们讲美国中南部通常讲是右边这边 左边这个的中南部还是太接近加州了 所以它还是比较progressive一点点 所以中南部比较保守 就右偏偏右下 就是bottom right corner 这边的话就比较 属于传统路线 比较保守党路线 可是你看这个最难的佛洛里达这边 又不是了 因为那边就实在是太 过得太自由太开心了 大概是 好所以biblebelt 所以这边就有这个evangelical的 protestantism protestantism 刚刚念不对 这里protestant这个字就是 我们好像中文翻成新教徒的样子 因为protest这个字不就抗议吗 所以就是很久很久 好几百年前 那个马丁路德所创立的新教派 宗教改革运动 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历史课应该要上到这个东西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叫做protestant 那protestantism 这应该中文怎么翻 虽然这个我就不特别翻了 但你知道这是一种 就是马丁路德以后的那种 新的宗教 那evangelical是什么东西 传福音的 我以前一直有个误解 就直到我跟我姐姐沟通了之后 我才知道我对这个字一直有的一个 就离心了我的误解 我以前以为这种evangelical的教会 一定就是那种圣灵充满 然后祷告的时候会哭 然后可以 你坐在轮椅上帮你祷告 然后你就站起来走路 可以医病的 to cure people when they conduct their 彩虹讲弥撒 不是弥撒 when they conduct their service 不是所以evangelical其实就是传福音的 所以会传福音的会传gospel的 他们就叫他evangelical这样 所以这里先讲一个字叫做gospel 就福音 甚至有一种音乐叫福音音乐 它多半一定会involve到教会的那种风情 你该知道在说什么 好所以这个evangelical protestant 所以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比较保守 So people in the bible belt tend to be socially conservative and have higher church attendance rates than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所以再讲是社会上比较保守 我刚讲的是政治上 不过它是有重叠的啦 Socially conservative 然后比较高的这个去教会的比例 Church attendance rate OK的 好所以它包括了什么什么地方 包括了这个东南部 刚刚说的 以及从那个virginia 一路run到了这个 northern florida 佛罗里达北部这样子 以及这个德州的西部 什么这些的 所以这边有一些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 比较多的美国州的名字 我把这里念一下给你听好了 So the bible belt is thought to include almost all of the south eastern US and runs from virginia down to northern florida 尤其florida这个字不是florida 我常听到台湾同学把它念成 Florida 我叫Florida 不是 Florida Florida Florida是某个饶车团体 and west two parts of Texas Oklahoma and Missouri 密苏里州 这样 好 然后下一个belt是什么呢 Black belt 你知道Black belt是空手到黑带吗 同一个字哦 但是这里的Black belt是 其实刚刚的这个Bible belt 重叠性还蛮高的 你看到也是这边的 右下角这一块 那这个Black belt讲的是有色人种 所以其实这跟奴役是很有关系的 奴役制度 So the black belt is a region of the southern US with a history of slave plantation agriculture and a high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So there you go 所以那边有比较高的当时的奴隶的人口 那plantation就是 你知道那时候黑人在种些什么东西 他们在农场上工作吗 那他们种的都是什么棉花 OK 所以等一下会有棉花belt这个词 那基本上跟这个slave belt 哦 基本上是重叠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plantation就是他们的那个农地 我们特别就给他这么一个字 叫plantation 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plant这个字不就也是有植物的意思吗 so plantation 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slave plantation agriculture 然后比较高的这个非裔美国的人口 cool 好 所以这里OK 我们就直接再往下看吧 今天因为蛮多belt要介绍 我们就不看太多了 这个就他内容上不太需要 我们直接把这个图讲解一下 比较有趣一点点 所以下一个是corn belt corn是玉米 所以玉米袋 所以这边就是美国生产玉米集中的地方 我曾经有一次去那边出差 那出差的时候 我跨了三个州 分别是Iowa跟Missouri跟 跟什么啊 Iowa Missouri跟 Illinois Illinois州 所以我们就过了 就有一个tri-state之旅 那边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我们开在那个 就是跨洲际的公路上 Interstate Highway 那左边看 右边看 全部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 所谓的一望无际就是 天跟地就连成 就连在一起了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就都是玉米 然后那个就到底就是天空了 就接在一起了 然后两边都是 而且重点是继续开 开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景色都没有变过 其实你想象一下 这绝对不是不可能 你看这个这么大一块 台湾如果放进去 应该是一个州的一半都不到 因为台湾就是不大 所以这已经是台湾的好几倍的size了 这么多地方全部都在种玉米 几乎都是玉米田 好所以corn belt a region of the Midwest that produces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 nation's corn 所以它生产出的这个 几乎是不成比例的量 的这个国家的玉米 什么叫不成比例 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就 产的比较少嘛 那这边的就真的产的非常多 OK 所以它说是不成比例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 nation's corn 好 OK 然后它总共跨了很多的地方 很多地方我们就不讲 不过我特别还想讲的一个 小小地方就是 美国有好几个州 它的s结尾都是不发音的 所以有的有啦 像坎萨斯州就有 Kansas是OK 那Nebraska没有s在后面 Dakota没有 那可是因为Dakota有分不同的边 所以它可以是复述的 然后呢 但是Minnesota也没有 但是Missouri没有 Kentucky没有 可是Illinois就有了 所以Illinois 后面的s是不发音的 还有另外一个 Arkansas州也是不发音 Arkansas不是Arkansas 不是的 那Iowa这也没有s就没事 好所以这里OK 那然后这边强调一下 他们这边总共生产出了 美国的三分之一的corn 这样子 等一下 所以对不起 其实应该讲的是 Iowa跟Illinois 会被认为是corn表里面的核心 那这两个州生产出了三分之一的corn 美国三分之一的corn 所以非常的多才两个州而已嘛 那你刚刚看这边跨几个州 其实不止两个 所以1234567894111213 严格讲大概跨了13个州 那总之Iowa跟Illinois就生产出了 one third of all the corn in the US so that's a lot of corn 下一个cutton belt cutton就是刚刚说的棉花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你看那个black belt 几乎重叠 不过它涵盖的再大一点点 so like the black belt the cotton belt is rooted in slavery 所以没错 它也是英文奴役制度的关系 所以他才教它这个 好 所以那个时候棉花是它那个地方 等于算是最赚钱的一种 像金鸡母 对不对 最赚钱的一种农作物 所以我们叫这个东西cash crop OK cash crop 很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 用cash放在前面 cash crop 好 然后再往下看 frost belt 那这个frost就是结霜的概念 所以这一代比较冷 那比较冷的主因 大概是因为这边接近了 the great lakes 就是五大湖区 你看这边有几个 这个地方其实都像 这什么 这形状看起来很奇怪 好了不管了 所以这边就五大湖区 so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frost belt is a region known for its icy winters and heavy snowfall 所以 icy Ice这个字还可以变成形容词 Icy 所以就是冰很多的 Icy的冬天 以及雪下了很多 heavy snowfall 包括整个的New England 然后很多的这个 Mid Atlantic 以及Midwest region OK的 好 然后甚至还有这边 一个叫做salt belt 不过它没有画出来 就是了 这样子 好 那为什么叫salt salt这不是盐巴吗 我因为你需要撒很多盐 这个可能我们住在 像台湾这样 咬二代国家不知道 就如果今天下雪的话 雪在地上 那第一件事情 先撒一层盐上去 所以要是这个雪下一下 就停了的话 那就只是薄薄一层雪 你只要撒盐下去的话 它就溶掉了 就变成雨水一样了 那就没事了 而且它不会结成冰块 要是你今天不撒盐的话 那如果天气很不幸的是油 就是突然间热了一点点 然后又突然间 温度陡降 像台湾不是最近 寒流要来 温度会陡降吗 所以你有可能 比如说 现在下一个雪 然后温度可是却竟然是正三度正四度 结果过两个小时突然间降下去 或者过了半天降下去 降成零下三五度 甚至更低的话 那地上的雪融成一半 它就会结冰 那那个冰就跟下下去的雪的冰是不一样的 这个冰变成是非常滑溜的冰 所以车子在路上都会打滑的 So it's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但你如果撒salt上去的话 它就会溶掉 就会没事这样子 那它也不会结成刚刚说的冰 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OK It's a necessary evil 虽然说真的浪费很多言吧 所以这个叫做salt belt 然后再往下看jello belt jello是什么 jello是我们讲的果冻 所以这边叫果冻belt 什么鬼 为什么会果冻belt 这边说的是 So the jello belt is the affectionate nickname for the so-called mormon corridor 所以这边 它甚至叫做摩门教的走廊 摩门走廊 所以这边像是一条的一个走廊一样 the mormon corridor why 因为这边的人就喜欢吃jello 所以why why jello apparently mormons can't get enough of the stuff 所以他们怎么吃都吃不够 they can't get enough of it 那特别是岩湖城 Salt Lake City 也就是那个犹他爵士队所在的地方 So it's America's jello eating capital 所以是美国的吃果冻的这个首都 It's residents by twice as much as the average American 所以那边的居民吃果冻 吃的是美国人 一般人两倍多 两倍子有余这样子 So they buy twice as much as the average American twice as much 如果你说 they buy as much as the average American 就是跟一般美国人买的一样多 两倍就直接把那个as much 前面加一个twice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来 如果是三倍 three times as much four times as much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他这边有讲一个大概的原因是因为 So the locals attribute their high jello consumption to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tito-ling moments 所以这里有个字也是认识一下下 这个字对我来说也是生子 那它的重音好像音式发音 美式发音还不太一样 但我念tito-ling应该是OK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这句再看一次 所以当地人就把这个东西归因于什么东西 所以attribute这个字 我们真的好常看到 每次看到我都还是会讲一下 所以a把一件事情归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so x attributes y to z 所以大概是这个结构 so x attributes y to z 所以它的介细词是to 所以x把y归因给了z 归因 所以这个归因可以是归因也可以是归咎 总之是好的坏的都可以这样子 归功归咎大家都说得通 好所以locals就attribute他们的高的jello的consumption to你看刚才说这里就to了对不对 to什么呢 to这个很多我们叫to的大量的人都是tito-ling 什么是tito-ling呢 就是不喝酒的 就这么简单OK 因为他们不喝酒 所以他们就用甜食来去弥补这件事情 不能喝酒 来啦我就狂克甜点 所以弥补这个字用的也很好 叫做compensate 像你在健身的时候 他们常会提醒你说 你动作要做的标准 否则的话你别的肌肉会代仗你这个肌肉 像胸推的时候可能会用肩膀的肌肉来代仗 那个代仗的英文就叫做compensate 同一个字 我再把这一句读一次给你听 so locals attribute their high jello consumption to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tito-ling Mormons and their compensating love of sweets 这样OK所以他们有一个compensating love of sweet 所以对这个天使有一种弥补性的爱这样子 好那就OK再看下来 这个叫做米的代 米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白米的那个米 rice rice belt 那你就可以想象这边是吃米的 那美国有什么地方吃米 还真有一些地方吃米 不过你也可以知道玉米还是最大量 然后等一下还有麦子 所以麦也很大量 所以Arkansas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州 现在终于看到了 So Arkansas is the hub of the rice belt 所以那边产最多了 那边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州 包括Texas就是德州 Texas这个州特别要念清楚 如果你念不清楚可能会变成税 所得税的那个税 关税的那个税 税叫做Tax T-A-X一定是那个蝴蝶音 那德州因为是T-E-X 所以他这里的那个T-E的音就不是蝴蝶音 所以德州叫做Texas Texas 税叫做Tax 那复数的税叫做Tax I pay my taxes OK Taxas Texas 不一样 差很多 然后下一个是Louisiana Louisiana州 然后这个密西西比州 我觉得是最可爱的一个字了 为什么 你可能会看到他觉得 这个字好可爱 好多S 好多P 没有错 而且他的拼法其实不困难 他除了开头的M之外 后面每一个母 每一个子音 都是两个 成双成对的 所以M开头没问题了 MI 两个S 一个I 两个S 一个I 两个P 一个I 所以两个两个两个 所以Mississippi Mississippi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也顺便分享给大家 知道我们台湾那个军队 或者军训课会教你读秒 有没有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这样读秒 那美国人怎么读秒 他们当然没有中文的一秒钟 难道他们是 one second two second 不是 因为他们觉得 one second two second three second four second 你讲到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eleven 变两个音节 twelve 变 对不对 他音节会越变越多 那这样不行 当然台湾也是 10秒钟 11秒钟 12秒钟 音节就 长度会不一样 所以 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 用Mississippi来读秒 因为 其实你用正常速度 来讲话的话 就 一秒钟的话 他的那个 音节量 跟那个秒数 会接得非常的 还算蛮准的 所以 一秒钟就是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就继续接下去 three Mississippi four Mississippi 我这样念念看 然后你可以 看着你的 手机或什么之类的 手机可能没办法 你如果用手机 看我的节目的话 你如果有电脑 或什么之类的 或另外一支手机 你就读秒读看看 你看我这样子读 算不算是能够 真的能搭配上 那个读秒的速度 so let's give it a try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three Mississippi four Mississippi five Mississippi six Mississippi 所以你每讲一次 Mississippi 加一个数字在前面 就正好是一秒钟的长度 我不知道你刚刚 有没有试试看 如果有的话 可以告诉我答案 真的还是假的 但总之真的 就外国人要读秒的时候 他们用的就是Mississippi 这个字 就因为它正好 四个音节 加前面一个 不过讲到这里 我又想到 如果读到十十二十三十四 不就又变成了六个音节吗 好了 算了 或许这个就不讲究了 好anyway 来我们再往下 再来这个是Rust Belt Rust是生锈的意思 所以难道这一代生锈 这一代是当时美国的 像比较工业重镇 所以这边来 所以说那边就有很多的 以前的工业重镇 留下的一些遗迹 So the Rust Belt is a region running across parts of the Midwest and Northeast So once known for thriving iron and steel industries 所以它曾经一度是很thriving 就是蓬勃发展的 铁跟钢的工业 所以iron 铁 steel 钢 那没问题 那它的名字就来自于 后来1970年之后 那个市场就整个萎缩掉 So the Rust Belt gets its name from the abandoned factories and urban decay that have marked the region since the 1970s 所以有很多被遗弃掉的工厂 abandoned factories 以及还有就是都市的整个退化衰退 urban decay 从1970年后开始 差不多就是我生以后 哼 我是1977年生的 好 后来然后再往下 Snow Belt 所以这一代呢 雪下的特别多 那你刚才不是有Frost Belt吗 不过也是呀 刚才的Frost Belt也是这一代左右 都是五大湖嘛 好 所以Snow Belt 那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他讲的就是在那个 五大湖这边就叫Great Lakes 所以五大湖就叫做Great Lakes 因为它很大Great这样子 所以这也没什么搞不起 大概就OK了 那五大湖其实的名字 大概也不用跟你说啦 其实你大概都知道 像什么安大略湖 那其实多很多就在安大略湖的旁边 说Ontario 而且啊 或许我们应该说一下下 就这个 我们一般讲湖 像河好了 像美国有一个哈德逊河 那在纽约那边嘛 所以Hudson Bay Hudson River 那River接在名字的后面 所以Hudson River 不叫做River Hudson 可是湖就很有趣了 湖的话呢 尤其五大湖是倒过来的 所以不是Ontario Lake 是Lake Ontario Lake Erie Lake Michigan Lake Superior 这样子 OK所以它是先讲Lake 在讲那个名字 蛮特别的 好所以这个知道一下下 再来就是Stroke Belt 什么是Stroke 中风 OK 所以这里还真的呢 So the Stroke Belt 那你看它看的也是 奇怪怎么都是右下角 所以右下角又是Bible 又是Slave 又是Carton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Stroke 中风率比较高 所以这边总共有11个周 So the risk of having a stroke Or other type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所以Stroke OK 刚说中风 Cardiovascular 就是心血管 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比例 也比较高 好 Anyway 至于为什么 我可能就因为那边吃的比较胖 什么这些的 所以Obesity的Rate比较高 Smoking High Blood Pressure 或者叫Hypertension 都可以这样子 好 然后再往下 Sun Belt 太阳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所以这个 或许我们就不用说了 这是还太容易了 算了 下一个 Unchurched Belt 没有教会 Church是你知道教会 所以Unchurched 无教会 那这边讲的就是美国比较偏西岸一点点 所以这边因为就比较科技的人比较多 那说真的 科学的人 信神的人的确比例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 宗教就是一种迷信 至少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So the Unchurched Belt is sort of like the opposite of the Bible Belt Yes 所以它就是圣经代的一个相反 The opposite of it OK 好 然后 再往下 这边就是这个麦了 所以种麦子的 都在中部 你看看 OK 应该就是在洛基山脉的右侧 我从这边这样看起来的话 所以洛基山脉什么屁都生不出来 那它的右边的话 这边就是比较适合种麦子 So the last major belt is the wheat belt 所以麦子叫做 Wheat OK 所以它也叫在这边 叫做The Great Plains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平原区 这样子 那在那边的话 Wheat就是它的primary crop Cool Alright 好 所以讲到这里 其实就结束了 所以今天这个介绍 希望你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地理上的东西 加减认识一下也好 OK 所以以后跟人家聊天的话 如果人家提到这个 我来自什么belt 我来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是属于什么belt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OK 好 所以总之学语言 不要只学语言 我们要学后面历史 地理上的一些典故 我觉得都还是蛮重要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